在家用機還未普及的時代 結局這種大廷廣播下被玩家輪流玩弄的遊戲機就十分火爆了 每當放學或者節假日 你總能看到一群熊孩子三五成群的鑽進一些小黑屋子裡 這裡燈光昏暗 煙霧繭擾 到處迫零啪啦之聲 而在當年眾多的結局遊戲中 有一種遊戲是玩家們無法觸碰的特殊存在 那就是 問答遊戲 你別說 這種問答遊戲我當年在結局房還真的看到過 只是因為好不容易節省得五八錢買的B 又怎麽會浪費在學習機上呢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與我有相同的遭遇 於是我就想要回顧一番 問答遊戲最早都是一些日文階級遊戲 什麽N頭小丸子問答 那筆小薰問答 信長至野望問答 甚至還有拳皇問答 這不神經病嘛 我就把我跑遊戲廳來打遊戲還是學起來啦 其中台灣在1993年也出過一款這樣的遊戲叫民國教育委員會 遊戲的玩法是棋盤在一隻頭子前進 然後走到什麽科目的格子上 就需要回答相應的題目 遊戲的難度也是隨著玩家這遊戲類的學歷 從小學到大學進行改變的 那麽這款遊戲的真實樣貌該是如何 為了還原植物生長的過程 我就把我直接搞了一台改機 在這裏可以看到 階級黑白的配色奢侈大方 寬大的屏幕吸引目光 打開電源 以往玩過的種種遊戲像走馬燈 彷彿自己當場去世 而且方便的是 現在的階級都是把所有遊戲類置好了的 這不血賺不虧 那麽接下來我們就一起進入遊戲一探究竟 你們好 還怪有禮貌的 遊戲一上來就強制我們回答新一文問題 在實況轉播現場 一個跟男主持人長得像一個蛙聲的外派記者 給我們提問 他上來第一問題就是 費蘭妮和寶石街的回答上的共同動物是駱駝 這敵體攻擊性就這麽強嗎 不過也和你啊 外派記者們 可能他被外派到了汽車場呢 接著第二題他又問我 勞力士手錶是德國製的 我 你 問的什麽這麽問題啊 觀眾們有沒有勞力士買家 能告訴我一下 第三題更是重量級 直接跨時代問我 前數年是不是只有一家航空公司 我佛了 所以這個外派記者是被派到了1993年 有著前數年航空公司背景 去人均勞力士的汽車場裏嗎 然後我就被嘲諷了 你的思想太落後 時代留在你前面 好吧 即使我覺得主要是我的錢包太落後了 新聞結束我們也就進入了遊戲的正題 從小學開始逐步生學 買車買表的題目我不知道 這小學問題我還能答錯不慘 問答的科目很多 語數外課外因有盡有 甚至還有小朋友玩的圖形集 哈哈哈 這小學上的 長眼睛的都能隨便畢業吧 直到我做了數學題 這完全數是個什麽數啊 小學沒教過啊 難道台灣把字數叫完全數啊 好吧 然後我上網查了一下發現 完全數是恰好等於 該數字的真因子之和的數 真因子就是什麽東西啊 然後我想這可能是教材不一樣 我就沒糾結著的 結果它後面的小學題目越來越離譜啊 問你愛河國旗上畫的地圖中央是什麽地方也就算了 還問一個秒 插說是幾關也 海盾交響曲第九是世界突然音調提高 因此被稱為什麽 啊 我小學生你問我啊 音調突然提高那就是下人交響曲唄 我吵這也行 所以這遊戲其實考驗的不是知識儲備而是推理能力唄 不會漂浮於水面的蔬菜是哪個 是土豆 因為南瓜是空心的 以極限演奏為主題的人數少的爵士樂隊叫什麽 人數少那肯定是小爵士樂隊啊 哇哦 憑藉著我經營的推理能力 以及階級比多的幫助下 我竟勉強打到了小生粗的升學考試 結果它上來就給我一個暴擊 我為了視頻過剩我決定這裏紙箭跳過 反正啊就是很順利的升學了 來到初中這裏開始可以選文科路線還是理科路線 為了盡量看到所有的初中題目 我兩條路分別都玩了很多次 初中的問題難度竟然比小學的還要低的多 問約旦的首都在哪裏 這阿迪和阿德是什麽鬼東西 問聖地不在耶路撒冷的宗教是哪個 這白火教又什麽鬼東西啊 問烏拉圭的首都在哪裏 這維他命和維生素又是什麽玩意兒 呃 蠢蠢蠢蜂蜂體啊 結果寧靜生學的時候 遊戲開始給我上強度了 問加泰基的名將漢尼巴是做什麽越過 阿爾卑斯山脈的 看似這題是三選一 實則是二選一 因爲這個麒麟是不可能的 那麽就是獅子和大象中選一個 阿爾卑斯山那麽陡俏 獅子底盤低 喊尼巴的屁股都在爹爛掉自己炒炒吃 所以真相只有一個 那就是大象 僥倖答對一題 然後遊戲又問我最大的星座是什麽 不是我就好奇了 台灣的初中小朋友們還要學星象的嗎 然後最離譜的是他居然還問我 范爾卑赫是有什麽方法自殺的 我怎麽知道 你去問他的法醫啊 最後初中的升學考試就更離譜了 基本只有靠崩了 別說牛石運動會有幾名選手了 連牛石是什麽我都不知道 這個美國暢銷漫畫 薰影聲又特末是什麽玩意兒 我升高中還要買美國暢銷漫畫看是吧 學校怕不是吃了回扣吧 最後可能是看我答的太少了 這除神高的題目中 竟然白送一道炭金石 然後我就因爲對的太少了要補考 是的 遊戲裏還有補考系統 也就說只要必多 最終一定是可以畢業的 而且從初中開始還多了一個選項 就是這個trouble 偶然見我特投資進去以後 我發現這竟然是不良少年失華之事件 主角說他沒錢 然後不良少年沒有這主角 反而當場開始問問題 銀巢使用的文字稱為什麽 這是什麽好學的歷史系譜 真是奈何老富美文化 一句我草新天下 主角回答上來後就會給不良一拳 如果沒答上來嘛 也就是一個B的事 真里馬有權能使鬼推摸 接下來的高中課程也就比初中難一點 沒什麽好玩的題目 包括大學別看分之三個 其實上哪個都大差不差 最後玩下來給我的感覺就是 遊戲裏的學校除了該學的知識是什麽都學 甚至還吃滿了回扣 遊戲裏還有一個經營系統的玩法 做生意 但也一樣是換湯不換藥 玩完上學模式再玩這個屬實是沒什麽新鮮感 既然我們台灣大學都畢業了 那當年大陸就沒有類似這種既能玩還能長知識的遊戲嘛 於是我再次搜索一番 當年國產的階級問答沒找到 倒是找到了一些極奇怪怪的問答遊戲 考慮到各位觀眾可能不太感興趣 於是我就不過多藏輸了 那既然階級上沒有 那其他平台上呢 啊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小霸王學習機嘛 別的不說當年的小朋友上學不肯學 在這款小霸王學習機裏面學習的倒是挺勤快的 必須體驗一番當年同學們高漲的學習熱場 小霸王SB486 當年誰家裡要是友台 這個那就是整條街上最亮的仔 這裏可以看到機器的前方是插卡丁的地方 而控制器除了手柄外還自帶一個鍵盤 上面還畫有完整的無筆紙根 這紙根和機器都是時代的眼淚啊 在這個機器上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學習卡裏面的真容 除了中英文外還叫無筆 但是除了打字練習外 這也沒有人玩的東西啊 然後我上網想淘點小霸王公司的卡帶學習一下 然後我發現 買不著 根本買不著 那我這小霸王遊戲機 後來實在沒招了 我就只能找來模擬器體驗小霸王公司的其他遊戲 裡面基本都是什麼推箱子 學成語 算數之類的 種類繁多 但沒有特色 其實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款二合一的遊戲 模式還挺新意 征服太陽系和小管家 先看征服太陽系 與其民國教育委員會這裏更像是教知識的 起碼遊戲中會提到的問題在資料庫裏都有 然後根據它給的資料去答題 適合小學和初中水平 而另一個遊戲小管家的玩法就有趣多了 它的目的是讓玩家們學習四則運算 我們可以和小夥伴們一同扮演四名角色玩大夫 那不簡單 用九子們都能算得出來 我現有兩萬零三百八十四元 銀行付利息百分之八後我有多少錢 呃 多位相成眾生平等 這學習是學習的 但我總覺得不好玩 當年小朋友就靠上書這些遊戲學習的 其中大部分是一支遊戲也就算了 題目還過於簡單 沒有難度啊 真正好的學習的遊戲 難道不應該是引導出學生在學習中的成就感 從而引發出對學習的渴望嗎 於是我又發現一款這樣的遊戲 外星科技的天才小子啊 遊戲的劇情講述的是一個叫李星星的孩子他開學了 於是他背起了書包準備去上學 但在路上有許多考驗他的障礙 這你管這就障礙 地上有路障和牛也就算了 你能不能告訴我這個粉色的蛋和星星還有寶血像是個什麼東西啊 還有這走路的聲音 好啊萬星出品必須晶品 再看看題目 一開始我覺得遊戲難度還挺低 這種記憶詩圖不能說白給吧 只能說是送分 還有這種奇數偶數的也相當簡單 然後第三題請問圖中有多少個正方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WTF就結束了 是的 遊戲給的時間超級短 而且他還特別喜歡問這支圖形體 也就是說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判斷 包括這個 請挑出圖形不需要的積目 看似左下角我選中的這個是一半的八邊形 但其實 這是個敗願 我問你妹 這還不算什麼 本來這個遊戲就是這個叫李欣欣的去上學 到學校不就好了嗎 我學習 我學習還不行嗎 別拿這種題目來折磨我了 雖然這款遊戲沒能給我帶來學習的成就感 但它確實讓我現在對上課有了強烈的渴望 結果我千辛萬苦走到學校後 我發現我竟然進不去 什麼意思啊 我跑了半天結果學校放學了 最後我又答了兩題後我才知道 這學校根本就不用進去 你的成績就是根據外面的題目來算的 意料之中 我掛科了 然後一個長相怪異的綠色浮腫小龍人歪著嘴 向我吐鞋子嘲諷 行 那我高低要過關給你看 於是我再一次開始遊戲 幸好這一關有許多的簡單題目幫我拉分 而且很多題目都是重複的 我很快也就過關了 這時的見面又換成了一個三七份的被帶褲 搬磚頭比了個煙 十分開心的說我過關了 我操 我怎麼就一點過關的喜悅都沒有了 接著就是第二關 如果說第一關是折磨 那第二關簡直就是第一月 簡單的題目沒多少了 取而代之就是更多的圖形題 問哪張圖能折成圖上的頭子 我還在腦中算呢 它直接遊戲就結束了 有的人會說呢 哎那你背板不就行了嗎 也就多失敗兩次而言 那這題呢 這已經不只適合時間的賽跑了 還是和白臉上做燈爭 這樣彩燈閃啊閃啊的 配合上面頭頂插大蔥的紙皮大鼻子海報 給我的身形帶來了巨大的折磨 還有這種算總和的題目 數方塊的題目 這後面擋子的部分都能直接懸空 那我怎麽能知道他後面擋住的部分有沒有懸空 那不是你說多少塊就是多少塊 所以我又失敗了 但是我不服啊 我就把再一次一遍一遍都打日關 最後經過我的浮現弩地 我的最高成績定格在那朴48分的高粉 呃還是沒及格 好吧我放棄了 比起這些學習類的遊戲 我現在更想再去上兩堂課 唉還是學校好啊 想起當年孩子上學的時候 電腦上隨便找一個警察抓小偷的打字遊戲都能玩半天 面對父親的查崗也能有事無可的說幾看 我正是在學習 我可沒有偷偷玩遊戲 而現在面對這些更加精美的學習遊戲 我卻完全找不到當年那種遊玩的感覺了 可能是因為現在不用再上課了吧 也不再擔心玩遊戲被家長皮帶炒肉死 正是因為年齡的增長 我們少了一份兒時玩遊戲的單純的快樂 唉 所謂學習類遊戲 還是得在上學的時候玩才好玩啊 精彩